爹 我叫你去广州学习 我不是叫你变肿回来 爹 桂仪给你气的五味补血茶 你先喝了吧 为什么不是下人拿来 要你拿来呢 孩儿想要亲自伺候爹吗 好 你还知道这个孝字怎么写啊 对了 为什么源头师父不是跟你一起回来 他去哪了 师父他临时突然有点急事 一时间来不了 师父 我可是一直等着你来说出真相呢 你要赶快出现 要不然 神仙也难救了 你 我老大问你话呢 嗯 信 都看我的心 无痴 够日得寻思你 你说你是 萧定帮的朋友 那你就是源头道人萧定帮的治疆 好 好 好 臭老刀 我们老大要你跟我们合伙 你当鱼二 你们和萧家有仇啊 对 我们跟小五魁又不公呆天自仇 我们要你把他们夫子给印出来 让我去把他们引出来 我哪能丧尽天良害自己的徒弟 门儿也没有 有有有有 有 我告诉你 你别帮我老大的客气当福气 那我就给你点晦气 你 嗯 这 这 这 老大 这老家伙又臭又宁 咋全你 冰 火 冰火 哎呀 就是冰火 两重天呐 水 水啊 想喝水吗 水 如果你耽误帮我写封信 我就给你水喝 水 想不想搭步一行 想想想想 想你个头呀 赶紧喝酒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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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安娜 你不相信安说的话 安现在去找红包做证据 你没出声就行 如果安娜那行了 您可得帮安解释清楚啊 安知道了 快去吧 那安走了啊 不死人活了 宝恩 这鬼话连鬼都不信 还是快跑吧 别回来了 你好 你是啥 我是来找莫雅的 滚一遍去 格格的名字哪能乱叫的 等一下 我就是昨天陪他一起回来的那个 你不记得了 走走走 我们家格格不见你们这些乡目老 明白不 你真是你 你真是你 鸡面 鸽蛋油 油加葱花面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菜啊 我们只是当归猪蹄面 人生炖鸡面 你赶紧走 小心我送你信不信 都听好了啊 别让这位人进去啊 是 哈喽 滚 这帮愚蠢的下人 我才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呢 哥哥到 女儿莫呀 给阿玛请安 我的乖女儿回来了 来来来 坐下来 莫呀 昨晚睡得可好啊 还行 昨儿你回来的时候 阿玛正巧有事出城 没来得及和你好好聊聊 不怪罪阿玛吧 阿玛忙事 你儿怎么会怪阿玛呢 好好好 对了 昨儿你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劫匪 是怎么脱身的 真是急死阿玛了 为了你的安危啊 二夫妻啊 这两天都着急地生病了 女儿是遇到两位贵人大救的 真的 阿玛 阿玛陀佛 菩萨保佑啊 那这两个人是 一男一女 你母亲生前吃斋念福 那真是有灵啊 在我女儿危急的时刻 派了一对金童玉女来保护你 是啊 女儿能解婚一条命 是额娘在天之灵的保佑 好了 阿玛有大半年没瞅见你了 来来来 坐近点 让阿玛好好瞅瞅 我的心肝宝贝 手 在京城 手舅舅虐待了 阿玛 二楼进来了 莫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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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雅啊 你可回来了 我这一听管家说 你让土匪给抓了 我魂都给吓没了呀 你阿玛 那是吃不下睡不香的呀 说了 发动所有人去救你 不管花多少钱 昨儿 昨儿我们还出城去找人军队 求人家大帅 说让大帅帮着打土匪 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呀 你阿玛这回啊 一出手就是五百大洋啊 王爷你看 我说咱格格肯定是吉人天象 一定会回来的 得 五百大洋 白花了吧 你心疼啊 现在外头什么世道啊 挣点钱不容易的呀 是啊 不是自个儿亲身女儿 这五百大洋 是够你心疼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莫颜 这周围越没规矩了 莫颜 你为她还是个格格 你脑袋有问题呀 现在民国了 谁还讲究前朝规矩 谁理你呀 你为你 都以为她是谁呀她 我 她有没有把我这个福建 放在眼里啊 好 算了 这也不能怪她 谁让她娘死得早呢 你说 莫颜爷老大不小的了 是不是得给她找个婆家呢 说话呀 你说你打啥心眼呢 我这可是为她好呀 那给她找个好婆家 我错了吗 王爷 你怎么总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好 是是是 这女儿家呀 大了不能留 留来留去 要留成仇的哦 我告诉你啊 我跟莫颜 是妇女情深 一辈子没仇 那你是跟我有仇了 得得得 你甭张飞打岳飞的 行吗 要不早点给莫颜 找个婆家 我这 我该怎么 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姐姐 莫颜的娘啊 我 我知道你的好心 可是现在是世道乱呐 这皇亲国戚 上哪儿去找门当户对 有啊 有 我表姐 你表姐 她儿子 她儿子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姐夫 那可是 郑黄旗的将军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死了 可惜喽 我表姐就举家迁移 好久没联系 那现在呢 她儿子就在山海镇 前两天我在街上遇见了 当官了 什么官 山海镇警备队长 好 二姨 二姨 您来了 趴下趴下 多趴下 来来来 趴下来来 来来来 二姨 这谁叫二姨呢 福晋 福晋您来了 福晋来了 福晋 福晋 行啊 就请啊 福晋 免了吧 你呀 就是从小长肉不长脑子 才越婚越糟的 是是是 二姨教训 二福晋教训的是 我今儿是亲自来给你送帖子的 管家 在 二姨 这 这是 这个月十九 我们浦王爷宴请山海镇 一干重要人事 你就照我的指示做就行了 啊 什么啊 二姨 你是想让我过去把他们都杀了 杀大龙 杀你头 杀你头 打死你们 杀杀 杀什么杀呀 怎么老杀人 你能不能充实一下文化 提高一下自己 不是 我我我 我当警队队长 不就是替你去杀人去整人吗 本福晋 今儿亲自过来给你送帖子 那就是给你抬山份 要杀一杀呢 长点出息行不行啊 行不行行不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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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 行不行 到底行不行 行不行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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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请定方兄 与贤侄五回代息 与本月二十日五十前浩瀚崖相见 源头走笔 这亚郎是谁啊 这五年来横行阵外山区的盗匪 那师父怎么会跟他们属使呢 这是源头落在亚郎手里 亚郎是拿他来调我们父子 都是因为你为了救哥哥接了大梁子了 什么 难道他们现在要我以命还仇吗 休想 那源头师父呢 我们不能不去救他呀 这源头功夫打遍大江南北无敌手 怎么就能落在亚郎手里呢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是啊 这亚郎会不会是骗我们的 我跟源头 结交闯荡江湖数十年 曾相互有约 若有任一人受仇方拿住要挟 信中辟邪走笔二字 这证明 源头现在确实是在亚郎手里呀 走笔 按是走笔不理 不屈服仇方要挟 但这样的事 你们以前有没有发生过 有 三十年前 爹不慎 被仇家给逮住了 源头师父还是救出了爹 是 当年 源头联合山西的镇远表举 源头联合山西的镇远表举 迅雷不及掩耳救我出现 迅雷不及掩耳救我出现 那我们更不能走壁不理 那我们更不能走壁不理 绝不屈服仇方要挟 我们一定要救源头师父 我们一定要救源头师父 好 好 好 今儿天气真好 莫雅 雷儿 真好 又看到你了 莫雅 俺今天不能跟你聊了 因为按着去西街找那个黄胖子 活死人 让他跟俺回家 跟奶奶作证去 找活死人作证 这个新鲜呢 一定要好好跟我说说 来 跟我回王府去 是 走 这样子了吗 是啊 别笑别笑了 我就跑跑跑 就 咚 那还要摔地上了 这下黄胖才活了下来 这可真是绝了 说给谁听谁都不会信的 对呀 所以啊 俺得赶紧去黄胖家呢 俺真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格格 怪不得你身上 一股贵气味道呢 我可也是这么说的 你还记得他吗 他可是姓以标局 总标头的儿子呢 原来你们都是贵人呀 格格 俺不能跟你说了 俺得先走了 别急 这事 交给杨管家去办吧 你难得来 好好陪陪我 杨管家 你快去吧 是 雷儿 来 跟我来 好漂亮的衣服 好漂亮的 你头上咋还插花啊 不好意思啊 好美啊 这个地方 好漂亮的花 这个花能借果子吗 能吃吗 你可别动那个花 这可是二姑亲的宝贝 柳依 你对客人怎么能这么无礼呢 雷儿 喜欢什么 尽管告诉我 快点让人送你家去 养着花 你可得注意了啊 不能浇水 得浇羊奶 一天一桶 柳依 浇羊奶 一天一桶 天呀 这花吃的 比俺哥 奶的都金贵呢 雷儿 别理他 他跟你开玩笑呢 来 过来 天呀 这么大的石头 这里面有没有鱼啊 小心点 小心点 这里一定有好多鱼吧 还有小紫花呀 哥哥 哥哥 这么大个地方 为什么只种下这些 花花绿绿的东西啊 干嘛不种粮食 如果种粮食的话 能吃上大半年的呢 要不你来种吧 真是的土老猫 有业 嗯 俺本来就是个土老猫 雷儿 别理他 开心点 嗯 这个地方好美啊 什么美不美的 不不 是日梦西山罢了 不呀 哥哥 西山那边俺去过 哪能跟这儿比呀 走吧 不是那边 这边还有吗 对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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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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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人都敢往府里带 成何体统啊 尝尝看这个 谢谢 好香啊 好好喝 这在哪里买的呀 这些都是从京城运过来的 怪不得一股精味了 再喝一杯 多喝点 要不要 我还有 老叶 要要喝一杯 柳叶 雷儿 尝尝我们家的点心 怎么了 不合口味吗 不是 他们长得太好看了 俺都不忍心吃了 随便吃 多的是呢 格格 这火爆您要留到几时啊 刚才我看见二父亲了 小夕 他拿这火爆 在王爷面前搬弄是非 我就怕他不搬弄是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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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失礼啊 嗯 嗯 没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都湿了 柳叶 没事没事 还愣着干嘛 快拿件衣服来 不用不用 待会儿出去跑两圈就行了 过来 嗯 你别动啊 你别动啊 你别动 还有两个扣子 来来来 别动啊 挺好看的 还有还有 回这里 别动 去看什么 哎呀你轻点 来 轻带上这个 就更帅了 来 那样 钢子可真帅啊 格子春秋夜男人 二不敬 钢子可真帅啊 嘘 小胆傻 哎呦 你轻点 真讨厌 小胆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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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 哎 哎 来来来来来 哦 全包黑角脸 我就说 要出大事而已 快去 不是 来 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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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回不抓住你的把柄 看一下 哎 很好看 刚才那件衣服 就已经挺好看呢 干嘛又给她换一套 女孩子还要有女孩子的打扮 比较好看 嗯 来 我再给你加点胭脂 啊啊不不不不 不行了 来 哎呀你别乱动 别动了 别乱动 你老实点嘛 娘娘 你老实点 娘娘 娘娘 别动 到底出什么事了 王爷 您您还是别过去了 这 怎么了 哎呀还不是格格他偷男人 哎呀 哎呀你看我这怎么收漏嘴了 我 偷人了 哎呀 你可别胡说啊 我怎么能乱说呢 这野男人现在就在格格房间呢 哎呀王爷 你还是别去了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壮阔了不好 不行 我现在就去看看 哎 王爷 王爷 你别拉我 王爷你别去啊王爷 王爷 人哪 给我出来 阿玛 怎么了 怎么发这么大的祸啊 哎呀格格 还不是因为你 我 我 敢偷野男人 就得敢承认哪 王爷 女的 哈 啊女的 怎么怎么会是女的呀 我屋里就只有这位雷姑娘 阿玛 我可是您亲手教导的 我这个格格有没有恪守规矩 是怎样的为人 您再清楚不过了 怎么会相信人家 我私藏什么野男人 恐怕这野男人 藏在某人龌龊的心里吧 你 哎 也许藏在那里边呢 二夫妻 你还嫌雷二姑娘 没有看过我们王府的笑话不成 雷姑娘 让你见笑了 来 介绍我阿玛给你认识 快去给王爷请啊 好 王 王 王爷 莫雅 莫雅 好好照顾客人啊 我失陪了啊 王爷 雷二 雷二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疼不疼啊 不疼 哥哥 是不是我把王爷给惹生气了 哪儿的话呀 是我们府里的某些人 太不懂规矩罢了 不说这些扫兴的了 来 我看看 这么打扮一下还真漂亮 要是阿奶奶能看见俺这样就好了 哥哥 俺不能跟你说了 阿奶赶紧回家了 柳爷姑娘 你赶紧帮我把衣服换了吧 别糟蹋这衣服了 换什么呀 送给你了 穿回去给奶奶看看 不行不行 俺奶奶教过啊 不能乱摊别人衣服的 这不一样 我可是把你当好姐妹看的 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说不定还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柳爷 你让小玉带雷儿去厨房装点点心回去 是 哥哥 你人真好 那我先走了 走吧 柳爷姑娘 小玉 走吧 带雷儿姑娘去厨房拿点点心去 是 雷儿姑娘跟我来 柳爷姑娘再见 回见 哥哥 你怎么对这个雷儿姑娘这么好啊 好玩啊 好玩 就和你们这些奴才一样 笨得有趣 你 简直就是荒谬 什么都没搞清楚 你就嚷嚷的哥哥偷野男人 你知道吗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别说是哥哥的清语 我都没连见人了 查啊王爷 这 你 你清风就是雨 你没事找个事 你是不是欠王爷府 太好了 你非得找个事做点做点你才高兴 你说话 你说话呀你 你让我说了吗 莫名其妙的 你以为我愿意管这个臭丫头啊 我这不都是为了王府的名声吗 你是为了王府的名声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一天到了辛辛苦苦 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我就害怕 我怕你不高兴 我怕哥哥被骗 你个老东西 你还说我没谁找谁 我说你这 你说你说的都是什么话你这 我 嫁给你我就是瞎了狗眼了 我瞎了狗眼了我 我本来以为我舒舒服服的 大哥夫妻挺好 大成想 没两年你就成了个虚小 天天吃老本 天天吃老本啊 我的命怎么怎么苦啊 你站住 你去哪儿 我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你吗 你个老东西 你看我怎么治你那臭丫头 雷儿 雷儿 妈呀 真是 你可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宝贝孙女 哎哟 奶奶错怪你了 黄胖子真是死了 又活了 他呀千万谢的送了俺十个大洋 十个大洋 俺都给你藏起来给你当家庄 我还不告诉你在哪儿 奶奶 还不告诉你在哪儿 奶奶 只要你没有喝醉 你相信俺就行 相信 酒 没有没有没有 没喝没喝 你还骗我 俺都乱到那儿了 就是喝酒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 这上哪儿去了 俺刚才遇见了哥哥了 就是上次露成了遇见的那个 哥哥可真是个大好人 带俺到王爷府玩 给了咱这件衣服 啊 还有 还给了这个呢 我还以为你遇上什么事儿了 原来是那个小土鸡学人家扮凤化 你以为你穿金带银就能成千金小姐啊 就你那大罗桑门子 还有一巴掌把人扇飞二里地的劲儿 你就是飞上枝头 也还是个小土鸡 俺知道俺是个粗人 俺就是一个小土鸡 你这孩子 你嬷嬷糟糟的 你没听俺把话说完呢 后面还有啊 当然了 俺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你啊 虽然是个小土鸡 奶奶俺 你别打岔 俺们雷家人哪 的确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就是个庄家人 但是呢 俺们个个是堂堂正正 定天立地 小土鸡怎么了 小土鸡虽然不能变成凤凰 但他人品不输凤凰 俺们讲的就是知恩图报 把涅家姑娘对咱们好 咱就要记得人家的恩 千万别想着占人便宜 捞人好处 你记住 一定不能占人便宜 奶奶 你放心吧 俺不是那么怂的人 哥哥对俺的恩情 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如果以后 哥哥有需要俺的时候 俺一定会尽力的 好香啊 假的 哪来的味道 奶奶 奶奶 你哪全吃光了呢 这样还有一个 太好吃了 是 这是我们搭挡架射击里 第一个仙境 等婊子们一上来 我们总给他一个瞎骂位 他不来 总会点击仙境 如果他们叫星逃过第一款 我们老大又你是号召 好 你路上奇观重重 你们这帮苦肥 苦肥 你们这帮苦肥 等我们抓住表局的人 把他们抱起来 当着全洒害针 有解死忠 看他们以后还又没有练 在这儿急需佐人 以后这个地盘 还不全由我们佐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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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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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 对 还有贤 不 人且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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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赎金让我去交吧 没你的事 怎么会没我的事呢 源头可是我的师父 源头是我败把子的兄弟 这是我跟他的事 你就别管了 该干嘛干嘛去 爹 师父他危在旦夕 做徒弟的不能不问呢 还是我去吧 爹 别再争了 争 有什么好争的呢 你这孩子 不知好歹 你以为去交个赎金 接个人就没事了 这些土匪不讲人性的 表局这么多人 我不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怕大家上山去 万一出点意外怎么办呢 既然别人不能出事 那爹怎么可以出事呢 你要上山 不是一样很危险吗 我不会让你去的 我萧定邦 什么时候 要你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来替我担心了 你走开 我一定要去 你造反了你 您是怕老子在好汉坡死不了 你在这里就要把我给气死 是不是 爹 你是干什么了 爹 你说我武力也好 不孝也好 但这件事情 我不能替您的安排 源头师父 我一定要去救他 我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您老人家 一个人去冒险 我做不到啊 做不到也要做 你一点江湖经验也没有 你以为自己有点功夫 就能把这群凶恶的土匪给摆平了 你却只是送死 那您却不也一样吗 您躺着病重的身子 独自去跟那些土匪斗 爹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这么想 您却不也是送死吗 我 你这都要把我给气死了 爹 爹 爹 您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常言说得好 上阵父子兵 好歹我这个做儿子的 也可以替您挡上两招 如果我在的话 爹就可以腾出手去救人了 你们这父子俩演的是哪一出嘛 你们就都不会好好说话吗 都是为了对方好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非要跪着骂着呢 你说你们两个人吵来吵去的 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难道就不会担惊受怕 那我就不是你们的亲人吗 我就不是你们的亲人吗 老天 姐姐呀 你在天有灵 你快看看这对很新的父子吧 我费尽心血地照顾他们 睡着了怕冻着醒了又怕饿着 我的心里都是他们他们他们 可是我得到什么 小鬼子 桂姨 我 你们要心里还顾念着我 心里还有我 今天就一个都不准走 朋友死了算什么 亲人活着才最重要 父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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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姨 这一次我就做一回主 你们一个都不能去 我再也不想看见 你们两个人 一副送死的模样了 我 拿了这么多银子 小鼎帮你是开标局的 不是开银号的 不能动 这些银子 关系源头的性命啊 不许动 我不管那个源头死不死的 我就不能给他钱 姐夫啊你糊涂 那些土匪都是为了钱 你们要是硬不给他钱 他也觉得无利可图了 是吧 他自然就会放人的 他怎么会养他一辈子呢 这是什么歪理 怎么是歪理呢 这是道理 老爷 这是后天的事 你说你们俩现在闹得 机智掰脸的是干什么呀 放着正经该干的事不干 有什么事比这更正经啊 王爷府啊 蒲王爷亲自派人送帖子来了 你们要是不去得罪了王爷 那我告诉你 咱这标局能开成开不成的 那还不知道呢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换身衣服上王爷府去 我跟你们俩说啊 以后谁也再不允许提土匪的事 谁要是再说我就跟谁翻脸 小柜子 小柜子 爹 您先别那么急 先去王爷府再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